花莲县27号一连爆出6例确诊个案 新冠疫情的发展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市长魏嘉贤立即指示清洁队消毒班 在市区多个地点执行清销工作 也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一定要落实防疫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 才能避免被病毒传染 花莲县27号一连爆出6例确诊个案 由于足迹都是在花莲市 市长魏嘉贤立即指示抗疫戒备升级 在市区街道以洒水车设备加强清销之外 也增加三个领取次律酸钠水的据点 那在市区的部分 我们也动用了非常多的一个机具来做相关的消毒 有大型的洒水车 除了降温之外 也把消毒的部分把它次律酸钠水放进去 那也希望能够对疫情有一些减缓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一些消毒人员跟我们相关的消毒车 也在街上几个地点在做相关的消毒 那我们也提供了原本在季风雨区的 吃力酸钠水的一个提供 那我们也增加新的三个点 一个分别是祖农 祖农礼的活动中心 然后在明智头的部分是在百灯塔公园的 我们巡守队的一个队部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国智头的部分 是在国域里的资源回收中心 那我们希望说民众有需求的时候 这四个地方都可以免费来做一个领取 那随着疫情的升温 我们希望民众真的没有必要出门 就乖乖待在家里面 那减少不必要的一个聚会 真的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人 华联市公所目前已经特别在 中正路 中华路 中山路 重庆路 和平路 林申路 民权路 中美路 中原路等主要道路 每天以装有次律三纳水的洒水车喷洒街道 做预防性的消毒作业 市长也感谢清洁队员 每日每夜全力投入市区的清销工作 市长也表示 全花莲市的公共区域 除了有清洁队员把关之外 民众志祺也要养成 每天消毒居家环境的好习惯 落实防疫措施 以积极的心态做好抗疫准备 借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